中国的边疆静悄悄 亮灯是中国的教育中心 那边是中国的 为什么呢 这个河是这么流的 其实亮灯的建筑是在河的中国这一侧 这边是越南 越南那边这边属于荒郊野外了 但是咱们中国这边呢 就是属于县城 往那边是北山地区 这个叫宾河大道 我沿着河边的跑步步道 跑了三公里 让我现在再往回跑 河面到这块比较宽阔了 流速不是很快 对面这个越南也是星星点点 没有挤出亮灯的 其实肉眼很黑 对面特别的黑 这是相机它自动的曝光了 调亮了 这个亮灯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 因为这个河是这么着拐了个弯 实际上这个亮灯的这个地是在咱们中国的这一侧的 这个房车 人停在这儿了 桂林的 广西的 广西的我们跑这儿来了 广西的气候也挺适合的 这大哥是外边房车的 在里边洗脚的 这个房车停在这儿 前几天啊 好几辆不是房车 好几辆就是家用小轿车停在这儿 可以在里边洗漱 接水啊 甚至可以接电好像啊 这也是一辆房车 后边还放着两辆自行车 看起来停这儿的挺多的 前边这几辆都是 都是旅行车看起来 应该都是外地的车牌吧 看看去 后边那白车是四川的 这个车是GF GF是哪儿啊 是保定那边了吧 这个车也是 这车好像里边人家休息了 这个车是重庆的 重庆四川现在是不是挺冷的 当地的车牌叫云G 云G 河口金盛大酒店 为什么这个外地旅游的车停在这儿呢 就是对面有一个厕所 厕所能接电能接水 贵州的车比较多 在这边的贵州人比较多 前几天我看这车牌都是贵州的 贵A啊贵什么的 这有个叫陶韵 这是吃什么的 不像是吃饭的呀 不像是吃饭 现在九点多了 九点多咱们这边跑步的人还是有的 但是不多了 一般是七点多的时候 跑步啊 散步的人比较多 但现在九点多了 今天出来的晚了 但是也是有人的 这边属于河口的北山地区 那个河口县大概就是分两个区域嘛 一个就是北山这边 一个就是那边的口岸那边 口岸那边我看也是老城区啊 老县城 县城很小 特别的小 县城是一个三角形的 就是中国这边的边境啊 成一个三角形嵌入越南那边 它是往外突出去的 隔壁的县叫平边县 平边县据说也挺好 等过两天去看看 平边县去看看 这边的有一个特色啊 就是路上骑的车呀 都是摩托车 几乎都是摩托车 我在这么多天啊 我只看到一两辆电瓶车 都是摩托车 电瓶车特别的少 但是路边停着的 这个共享电单车是电瓶车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边的油价便宜啊 或者说当地政府支持你这个摩托车 现在轮到越南那边放炮上了 放烟花了 前几天过年的时候 在那个边境地区 他们都越南那边的人就跟赶集似的 晚上把这路堵的水泄不通 红河两边的路 红河两边的路堵的都水泄不通 看中国这边放开 跟那个俄罗斯似的 俄罗斯那边 跟中国交界那边不也这样 不过呢 俄罗斯那边以前是中国的领土 当然那个越南是吧 也曾经作为中国领土 但是人家独立出去的早 独立出去了 你中央政府是吧 编程莫及控制不了了 但是俄罗斯那边不一样 远东地区不一样 你黑龙江外边不一样 那以前就是中国的领土 不是以前 你觉得没多少年呢 没100年呢吧 海参崴 海蓝炮 江东64屯 是吧 珍宝岛 黑虾子岛 唐弩无良海 是吧 这不都是老毛子给搞掉的吗 这个叫中越红河公路大桥 长度295米 09年通车的 秀山道河口 就是这个大桥 这个主要是货运大桥 对面是越南的海关 看看中国这边的这个 灯光绚丽 但是越南那边呢就比较单调了啊 这简单的黄颜色 中国这边这个面子做的还是相当的给力的哈 面子十足 越南那边呢开灯也晚啊 也没有咱们这边的彩灯啊 就是普通的黄灯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33 越南时间呢晚上8点33 它那边比咱们这边晚 对晚一个小时 越南这边啊也就海关这边是亮灯的 前面呢这个这个高楼啊亮灯的高楼啊实际是中国这边的也是 这个红河啊它是拐着弯的啊 它是在中国这一侧的 咱这边的车也是车来车往啊 虽然说车不太多啊 毕竟它这个是一个小县城 但是呢也基本上是车来车往啊 延续到凌晨两三点都是有车的 这个沿河这一带啊 也都是有一些井灯 加了铁丝网啊 这个栏杆外边就是铁丝网 然后这条河堤上呢隔一段时间就会有 呃这个井屋人员 巡逻人员骑着井车 摩托车 井车在这巡逻 很安沉 还有人在这个 石椅子上坐着休息 九点多了快十点了 这不是这个巡逻的车就过去了吗 巡逻的车隔一段时间 比如说隔个十五分钟 他就会逛一圈 这也都是有人有人在休息的啊 溜弯溜泪了 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 嗯 这几天锻炼这个 饱满了不少 刚开始来的时候啊 这肉是软塌塌的 松的往下垂的 现在呢好一点了 这两天没事我就做个俯卧车啊 泡泡布啊什么的 呃刚才刚才放歌的那个 放的是越南歌 那么这个人也就是越南人 很多的越南人呀 在这边务工打工 啊一般都是在酒店呀 啊当服务员啊 啊包括什么 呃 饭店呀之类的 嗯 这大姐刚才自己 遛俩狗一大一小 自己啊 你想想一个女的自己在边境线上 已经很晚了 晚上九点半多了 在这儿溜弯 那么你说他安全不安全呢 是吧 我个人觉得是很安全的 这个越南人呀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 女的吧 你走过 能闻到一股香水的味道吧 那种 东南亚香水的味道 再一个就是 他们的身高普遍是比较矮的 本身云南当地的人啊 他个人就不高 比如说一米六 他就算很高的了 啊 但是呢 这个 你比如说这个 这位就是越南人 目测 目测 我觉得一米五五肯定不到 甚至都不到一米五 这大姐遛狗 我还不太敢跑 前面是一个马犬 你回头我一跑他在 找我腿上来一口 我还是先慢慢溜达吧 越南人来这边打工 就相当于咱们 去日本打工一样啊 去新加坡打工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老街啊 越南的那边 是叫老街省老街市啊 老街市就跟咱们这个河口县啊 就是挨着的啊 只隔了一座中越有一大桥 这个桥啊也不到三百米 如果不算过关的时间啊 你走过来也就一分钟就走到了 所以呢 他们来这边打工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 你甚至比你从 那个昆明要方便的多了 昆明你还要 你还要坐个四个多 四个多小时的高铁 人家直接走路啊 两分钟走到了 洪河州的首府叫蒙字市啊 蒙字市过来也得坐个 将近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吧 这高铁 当然啊 这高铁啊速的也不快 一般是200多公里的时速吧 因为它老是尊山洞 这边都是大山 这还有个塔 刚才看这个巡逻的民警 不知道叫边境警察还是叫民警啊 还是派尔索的 刚才在那刷手机 也是偷了一会儿懒 这个将近十点了 也都是有单独的女性啊 你看看前边这位就是 自己在这坐着遛狗 还不是一个女的 俩女的 遛玩呢 中间有一个小朋友 对面就比较荒凉了 咱这边的景观灯也是开的特别亮 对面就是越南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酒店 车辆是比较稀少的 对面的车辆是很稀少的 能看见几辆车 哦 终于看见一辆小轿车了 这个戒河 红河的这个水面真是波澜不惊啊 很平静 那就是 在这个边境线上嘛 那么大家说安全吗 哈哈哈哈 至少我是不用担心我个人的安全问题啊 当然身后的女性们也不用担心 现在还有跑步的 我已经跑了一身汗了 今天感觉因为昨天喝酒喝的比较快 今天感觉这个 这个状态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呢 运动量啊 就没有那么大 但是也是出了一脑门的汗了 也是出汗了 啊 前面这大哥 我离他有了五米了 已经 我还能闻着他飘过来的 这个酒味啊 那大哥挺好 我要是喝了那么多酒啊 我已经 是吧 要不然就很亢奋 要不然就东倒西歪了 但是大哥 走路很稳健 这条街啊就是足域一条街 都是足疗店 按摩店啊 隔个5米10米就有一家按摩店 今天就不过去看了啊 想看的兄弟可以看看屏幕右上角的视频 在河口打车很便宜啊 基本上 起步驾 就是县城附近 10块钱 基本上 这条狗叫什么狗啊 这叫什么狗呢 本来基督犬经常能看到这种狗 哇 这铁丝绑上也都是 长满了这个枯草 水面啊很平静 看看越南那边 就这么零星的一两辆车 而且还是摩托车 这个也就是摩托车 那边也是摩托车 汽车很少 白天那边的大货车相对的多一点 看看咱们这边的高楼啊 县城的高楼 虽然说这种高楼啊 这种住宅楼在 在其他的城市 甭管大小城市啊 都很常见 但是呢 越南就不常见了 至少对面这条路上啊 不常见了 老街的城区 还要沿着 对面这条路啊 往前走个两公里 这条路上酒店也挺多的 这个就是一个酒店 这是个酒店 这又是个酒店 前面这个呢 还是个酒店 这边住宿很便宜啊 200块钱你能住的特别的好 100块钱呢 就相当于 那种 什么汉庭啊 那种标准了 那50块钱呢 也是相当的不错的 50块钱的 这个一般都是 一般都是那个 就是自己家的 或者租的 这么几层楼 有那么 十来个房间的小宾馆 他们的这个 房间也是很大的 五六十块钱 基本上都是这个价位 住宿还是很便宜的 住宿要比西川本大要 要便宜多了 西川本大呢 你有一千块钱的高级酒店 一百块钱的酒店啊 就是相当的少了 很多都是 一百多 你像 西川本大 孔雀湖旁边有一个叫 汉庭酒店嘛 汉庭酒店现在 呃 我疫情期间 2022年 疫情期间是 一百二三 一百二三一碗 2022年年底呢 疫情一开放啊 它一下涨到了六七百 不对 最开始涨到六七百 啊 然后紧接着涨到了两三千 一碗 现在呢 我看它常态化 应该是没完两百多 所以呢 河口跟西川本大景洪是比啊 它的住宿成本要低的多 这是一个音乐酒馆啊 刚才查了一下 七双版大的 景洪的这个孔雀湖旁边的 汉庭酒店啊 要两百七十多一碗 高庄的汉庭酒店呢 也要将近两百六一碗 那么刚才查了一下这个呢 这个酒店叫美轮 美轮商务酒店 才一百一十七一碗 这是美团上的价格 实际当中呢 你要进去啊 你还能奖价 估计有个一百块钱就可以了 关键是什么呢 它是观景的 这边就是 中越的边境之河 观景的 河景房 所以呢 在这边啊 饮食也好 住宿也好 你的成本要低的多的多 唯一一点不太好的就是河口啊 没什么旅游景点啊 就那么几个啊 三五个 这个河口跟徐川门呢 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这边人少 尤其是北方人少 北方的旅居的游客少 老头少啊 很多都是贵州啊 四川的 那边来的 相对的小多了 大多数还是当地人居多 当地人跟越南人居多 我个人觉得特别喜欢河口 我 我决定啊 今年年底过年我还是要来这的 嗯 我已经不去西川门大了 不想去西川门大了 人太多了 而且 这边吃饭啊 烧 比如烧烤 不比 不比这个西川门大的 歹味烧烤差 甚至要好 我觉得 一个人50块钱 就能喝一顿酒 当然不算酒啊 就是撸串 花个50块钱 五六十就能 撸一次串 而且呢 你要想吃个越南美食呢 你还可以去 就两公里 往那边走两公里 越南 边貌商城 啊 那边好多的美食小吃 什么咖啡呀 低漏咖啡 低漏 一定要尝试一下 越南的低漏咖啡 10块钱一杯 特别的好 我前几年去过一次越南啊 那会是得有几年了 1817年去的 旺旺 那会的低漏咖啡才五块钱 在他们当地买 才五块钱 哈哈哈 但是特别的香啊 因为它是低漏嘛 它是慢慢慢慢 那个那个 咖啡那个溶液啊 一点点往下漏的 它不是萃取的 也不是冲开的 它是漏下去的 我个人觉得挺好 还有一个呢 不太一样的就是 这边做生意的 开饭馆的好多都是 湖南 重庆 四川 居多 当地人也也挺多的 当地的 当地云南的也挺多的 他们的特点就是 普遍的还是比较 就是开店啊 还是同手无期的吧 没有那么多事 但是西川满大就是相对 鱼龙混杂了 你弄不好就是 是吧 比如说问个价 你不买 把你骂一顿 你骂你还骂不过它 是吧 就是很影响你的旅游的心情 现在呢 十点了已经 十点了 那外边就是这个边境线上 还有好多的人啊 在这坐着呀 溜达呀之类的 马路上的骑车也是很多的 那么你说安不安全呢 那我个人觉得还是相当的安全的 至少我觉得我这个腰子 是吧 丢不了 应该是丢不了 顺便我再减减减减减减体重 咱们这个 运动的一个资源多好啊 河边 还有专门的跑步的步道 橡胶步道 香蕉跑道 你想吃个越南美食 往那边骑个扫个电瓶车 共享电瓶车 你就去了 两公里 1.5公里 两公里都不到 这小地儿啊 我已经去了西州满达三年了 三年还是四年了 从二二一年 过年我就开始去 待一个月左右 每年二一二二二三 对 我已经去了三年了 但是呢 我从今天开始 我觉得 我绝对会来这儿的 主要是啊 蒙字的米线也特别的好吃啊 蒙字的米线 蒙字是洪河州的首府 就跟西川版大一样 景洪是西川版大的首府 景洪 整个景洪州比较小 景洪州只有三个县市 一个是景洪市 一个是蒙海县 还有一个叫蒙辣县 就这本三个地儿 但是呢 红河州相对这个县市比较多的 首府叫蒙字 是蒙字的米线特别的好 15块钱你能吃到饱 还有什么各旧啊 米勒呀 之类的 好像都属于红河州的 红河州还是挺大的 包括建水啊 还有那个那个石瓶豆腐 石瓶啊 都是属于红河州的 我呢就住在这个巷子里边 离河边很近 也就是离边境线很近 边境线直线距离啊 有个 200米 200米差不多 这一进这个巷子口啊 因为前边整个一条路啊 都是饭店 饭馆烧烤店啊什么的 一进来啊 啊 都是烧烤的味道 今天这个天气好像挺冷的 这个像以往啊 这些桌子呀都坐满了 尤其是天暖和的时候啊 基本上都坐满了 这个土豆洋葱 快餐盒 我是租的这个 楼下饭馆 的房 因为他们要租啊 做餐馆 这一整一整栋 一整栋啊 都得租下来 一共是几层啊 一共是五层 所以说楼上的房间呢 他们就出租出去了 两个房间 一层两个房间 我就住在这个楼上 这个房间 哎呀 看看我的房间什么样 哎呀 回来了 我还弄个地垫 空间还是挺大的 自己买的床单 还有个电视 但是电视不怎么看啊 不看 谁看电视啊 还有个独立的厕所 独立的卫生间 我突然 这个房间 有点 是 能不能